同学们大家好,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古诗两首当中的第二首,题目是山行。 我们在山间行走,来看看有怎么样的风景呢? 好,在欣赏古诗之前,我们先来学习一下这位作者的生平经历,还有他的一些著名过人之处。 杜牧,也就是山行的作者,自木之,好凡川居士,你看他的名字啊,他的字号也是特别的雅致。 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家,他除了写诗歌,还能写的一首好的散文。 杜牧的绝句,画面优美,语言轻利,情韵绵长,风调悠扬。 你看看,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,可见他写诗,作词,作文的能力特别强。 在艺术上,别具一格,杜牧的七言绝句。 好,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小的知识点,七言绝句。 那么,我们的诗歌一般呢,分作两类,五言或者是七言。 五言呢,就表示,他的每一行,每一句是五个字。 七言呢,对了,就是七个字。 同时呢,我们的诗歌还分为律诗和绝句。 嗯,律诗呢,一般是一行诗的句委,但有押韵的。 好,杜牧他的诗歌题材多种多样,有写风景的,有抒发情怀的, 有歌詠历史的,也有名状景物的。 好,你看看,他的题材是不是非常的广泛呢? 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,这一首诗今天要学的是什么题材, 写的是什么样的景致呢? 好,这一首诗我们通过几幅图片来帮助小朋友们理解。 我们先来看一看,理解之前把生字给一一的攻破, 这样学习古诗就没有问题了。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生字的读音。 第一个读作,净。 好,再来一遍,净。 净指的是小鹿。 啊,我们说石净,就是石子铺成的小鹿。 好,第二个字是斜。 嗯,斜。 哦,它的反义字就是正。 啊,正的,斜着的。 啊,我们说,石子铺的小鹿是斜着铺的,特别有意境。 啊,后面这个是风。 嗯,这个我们学过,红红的枫叶。 啊,最后一个是鱼。 啊,我们数学课上面经常说,等于多少呀? 啊,三加二等于多少呀? 嗯,就是这一个鱼字。 好,我们生字看完了,接下来就要学习课文了。 好,看看诗句的第一句。 它说,远上寒山,石净邪。 我们看,这里有连绵的山峰。 啊,山峰的远处啊,还有一些云雾缭绕。 那里呢,嗯,气候比较严寒。 我们看看,要走到这些山峰上去啊,路程是远还是近啊? 哦,比较远。 所以我们说,远上寒山。 往山上方爬,想要爬到山顶,叫做上。 啊,我们经常说上山,啊,我们经常说上山,或者是爬山。 好,石净邪。 你看,这些石头铺成的小路是笔直笔直的吗? 哦,不是,它是驱邪的。 嗯,所以我们说石净邪。 好,接下来我们再看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 哦,我们沿着蜿蜒的石径走到了深山里面。 你看,白云深处。 你看看,这里,哦,有迷迷茫茫茫的白云,在这里丛生。 这个地方呢,哦,有一户人家。 哦,也就是有人居住在这儿。 所以我们说,白云深处有人家。 好,我们继续来看,后面两句诗歌是怎么说的呢? 停车坐爱,风凌晚,双夜红于二月花。 好,我们来看一看图片。 哦,我们看,诗人他驾着他的马车,沿着弯弯曲曲的石径。 嗯,想要赶往白云深处的那一户人家。 突然呢,他看到了这一丛丛,一簇簇,漂亮的枫叶,红红的枫叶。 于是,他停下了马车,静静地坐在这枫林当中,一直到了很晚。 所以我们说,停车坐爱,枫林晚。 双夜红于二月花。 这一句应该非常好理解。 双夜。 那么,为什么我们叫双夜呢? 嗯,这里啊,就有一个小小的自然知识。 你看,枫叶红了的时候,表明是什么季节到了? 哦,是秋季到了,到了秋天,早晨和晚上的气温呢,相差比较大。 嗯,这里的相差,指的是相差于白天。 那么,诗人刚刚在风林当中,被这迷人的景色给迷住了。 于是,在马车上,幸尽地欣赏这样的风景,不知不觉,已经到了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了。 那么,这些枫叶上面呢,水珠就凝结成了双花。 所以,这里诗人说双夜。 嗯,这里并没有说枫叶,但是小朋友们要理解,这里说的就是凝结了双花的红红的枫叶。 好,红红的枫叶非常的漂亮,诗人是怎么形容它的漂亮的呀? 哦,诗人说,双夜红于二月花。 那么,花朵开放的时候正是春天,二月春季刚刚到来,万物苏醒,花朵绽放,又红又紫的非常漂亮。 但是,但是,秋天的双夜呢? 哦,红于二月花。 意思是,比这二月的繁花还要鲜红,还要漂亮。 那,你想想看,这样的景致美不美呀? 哦,非常的美。 难怪我们的诗人杜牧停车坐爱风铃晚。 嗯,驾着他的马车停在这红红的风铃当中,一直到了很晚的时候。 好,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山形。 山形当中讲了好几句美丽的景致,你还记得吗? 嗯,请小朋友们在家要多多的复习,反复的朗诵诗歌。 这样,读得朗朗上口,我们就能自然而然的记在心里,记在脑袋里。 这样,下次我们问起来的时候,你就能流利的背诵诗歌啦。 好,今天老师要布置一个小小的课堂作业, 就是请小朋友们根据老师讲的这几幅图画,把诗歌背诵出来。 并且呢,要在你的脑海里仔细地回忆诗人所描述的场景。 你能做到吗? 嗯,好,那做到这些,我们下堂课再见咯。 好,那做到这个,我们下堂课忍语诗歌. 并且呢,大家看得出这个作用了的事。 在哪里,我们下堂课的那里。 并且呢,大家看得不期经许的这个美丽的故事。 的迅速歌,也有什么编曲。 是的,我们下堂课的ild义歌, 所以采设设计判证的关键。 所以我们下堂课等,您要做的是要求?